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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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调查局服务的20余年期间 深刻体认到建立联能政府的重要性 这次参选坚持青年环保的理念 恳请中山区最有智慧的乡亲父老 与青年朋友们会赐神圣的一票 共同推动中山区乃至于基隆市整体的向上提升 现任三位老将新秀市议员地方经营服务扎实名义基础雄厚 不过面临新秀新人其他五个人的竞争 谁会成为选举刺客黑马 没人敢保证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互相拼搏选情激烈 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是要由中山区选民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长林佑昌规划立法委员蔡适应向中央争取经费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力支持下 号称北台湾最美自行车道的暖暖自行车道施工进度 已经达到95% 预计最快年底就可以通车 基隆市长林佑昌立法员蔡适应与当地里长陈青池 及市议员林敏勋市走了一段自行车道 这条从阮江桥沿着新隆街到地内吊桥段的自行车道工程 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5% 由于这一段没有路廊 需踩悬壁施工法 透过基隆河畔串接车道 施工难度高 不过却也保留了基隆河 湖穴地形等优美自然景观 未来渴望成为北台湾景观最美的自行车道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路廊 所以就必须甩到我们基隆河畔 来进行相关自行车道的一个串接 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散过避开私人土地的一个高架段 那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接进来之后呢 在过去就是新北 那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沿着整个的一个 我们的新隆路 然后到暖江桥 到了这个我们的过港地区之后 到最后的端点就是要衔接到这个八度了 那因为它的高差也很大 不过也因为高差很大 它的地质环境还有景观是最优美的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呢 也一定会变成是基隆市过港暖暖地区 衔接到我们新北市的瑞芳 我相信这个地方以后会是一个很夯的 自行车的一个廊道 协助向中央争取预算的立法人蔡行者表示 拥有丰富自然景观的暖暖自行车道 将和双北断串联 完工后民众可骑着自行车 沿基隆河畔 从瑞芳暖暖七堵 经汐止一路骑到士林 在这里又做一个回旋车道的方式 把它串联起来 中间又避开私有地 避免解决私有地地主的问题 所以等等的加起来 让整个我们自行车步道 跟未来新北的部分 跟我们基隆端能够串联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说 我们可以从大直沿路一直走到基隆 再到新北 或者从新北走到基隆再到台北 这条路线就可以整个串联起来 非常的漂亮 那光这一段的距离就有1.75公里 其实来回走一遍就快4公里 还蛮远的 所以其实别的地方都不要走 光从这一段前后来回走一圈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健康 跟运动休闲 很好的步道 或者骑行车的一个步道 暖暖自行车道即将完工 让在地方上争取17年的当地过港里长 陈欣慈相当开心 频频向金融市长牛昌 与立法院蔡世英表示感谢 没有他们的争取就没有这条路 这条路我争取的时候 就暖江桥要改建之前 会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定要装 这个闲壁室步道 行人才有安全才有保障 因为我们在新龙街 两条沙士车卡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跟立委 刚帮过港的李云 在行人安全方面非常重视 除了满足车友 骑乘的观光油气需求 人车共享的暖暖自行车道 更解决了地方民众 在新龙街的行走安全问题 一举速得 其实这个自行车道 不只是让我们爱好车友的这些 自行车的车友可以串接 欣赏我们暖暖自美之外 主要是让我们周边邻近的这些长辈 这些老若妇孺可以行走在 这个人车共用的车道上面 也是可以串接我们整个 过港的和平公园 以及我们地内的防训步道 以及连接到四小亭 或者四小亭的公园 负责施工的基隆市政府公众处方面表示 总经费达1.8亿的暖暖自行车道 原定10月中旬完工 不过因为疫情连续下雨 及刚才上涨等因素影响进度 目前将采多个工作面推进 希望在确保工程品质的前提下 能在年底前完工 让国人享受舒适安全的河岸清水空间 您眼中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呢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的第五届 美丽基隆影像创作比赛结果出炉 其中影片组首奖 由让我们相遇在基隆拿下 这部作品透过两位台湾 以及香港女孩演唱 自创词曲在融合基隆城市风景 获得评审一致好评 一举得到三项大奖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亲自揭晓下 第五届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 创作比赛中的影片组首奖出炉 爆出正正欢呼声 拉下评审团特别讲的是这一部 让我们相遇在基隆 透过两位女孩演唱自创词曲 在融合基隆城市风景 获得评审团一致好评 两个女生她自创一首歌 然后带着观众走向 走了基隆一圈 因为那首歌她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是她有两个观点 一个是香港人 一个是台湾人 台湾人用中文跟台语 在唱一首很轻快的歌 那她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 几乎我觉得是业界的水准 所以然后你整个听完那首歌 然后看完那个音乐 然后看了整个影片 你会觉得对基隆留下一个 极美好的印象 尤其最后一句 基隆基隆我是你的人 更让刘昌非常感动 直呼会触动人心 一开始的一个发想 其实就是需要透过不同的一个视角 不同的一个视野 来重新看待基隆这个城市 然后来重新诠释它 那这五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累积了非常多优秀的一个作品 包括照片还有这个影像的部分 那每一年每一年都越来越成熟 那特别像今年 刚刚这个得到首奖的这个影片 它还有词曲的创作 然后把基隆整个城市的一个风光跟风景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那尤其是它歌曲里面的最后那一句 基隆基隆我是你的人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touch到所有人的心里面 而且我相信听到 唱到这一首歌的最后这个歌词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动 另外最佳剧本则由饥饿的女孩获得 简单却有趣的剧情 也获得评审青睐 非常特别的小短剧 然后它用一个很轻快 而且很非常有趣 很逗趣的节奏 我在讲一个女生肚子饿 然后因为觉得Uber E太贵 所以忽然灵机一动 然后发现原来 这在基隆夜市 基隆的庙口夜市 就可以用铜板架 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虽然是个很简单的剧本 可是它把它处理到很好 整个节奏啊 分镜啊 整个影像的处理 都非常非常优秀 连续好几届都亲自参与评审工作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也发现 参赛作品的水准越来越高 尤其在声音的表现更甚以往 我们很高兴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 充满活力的作品出现 而且呢 不管是在影片的构思上 那甚至在音乐的编制上呢 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很创新的想法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一次36支影片 也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大家有很激烈的讨论 之后才把几个奖项都才产生 摄影部分 今年参赛作品数再次打破历届记录 今年更特别规划新基隆奖 由专家评选出富有创意的新基隆作品 今年当然在评审的过程里面 大家也有蛮多的讨论 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新基隆奖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希望能够把大家从这个 这个摄影机的这样的一个影像里面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基隆 特别选择在修复完成的历史建筑 郑冰就与会大楼进行颁奖的 第五届美丽基隆 也首度举办创作者论坛 邀请周美玲 李燕铭 及卢家豪等知名导演制片 与历届得奖参赛者进行交流 希望能激荡出更多创意的火花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的举办 大家有一些深入的讨论 那透过这些专业的 或者是这些知名的导演的一些引导 跟他们的经验坛 能够带给我们这些参赛者 有更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指导过刺青等多部经典电影 以及目前国片票房冠军 《流麻沟15号》的知名导演周美玲 也期盼透过这场论坛 让创意种子在故乡基隆发芽茁壮 我的电影《流麻沟15号》正在戏院上映 也因此我能够看到基隆有在传承 这样的影音创作的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像《美丽基隆》这个影音创作平台 能够帮助基隆的学子 还有基隆的年轻人 能够一起投入到影像的创作领域里面来 我觉得我们一定不会只有一部《流麻沟15号》 我们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关于台湾 有关于基隆的更好的影像故事 可以被各位创作出来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来做影像创作 为基隆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 第五届《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 所有得奖作品将从11月22号到11月30号 在基隆东岸商场三楼展出 并于基隆有线电视圈楼三公用频道 与《魅力基隆》YouTuber频道播出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基隆Lightstone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黎又昌 票投蔡思英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激情 我是七赌七四一言候选人 5号张耿威 耿威无党 无派 无法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步 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与福利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耿威 需要你 集中闲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 是五号张耿威 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 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是在地创业青年 非常希望把基隆流失出去的青年朋友 找回基隆 大家一起来发展基隆 创业基隆 特别拜托仁爱区 所有的好朋友 全力支持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感谢大家 韩国瑜 拜托大家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手足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梁 一定实现 选举投票日最后几天 各阵营都卯足全力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 蔡思英特别邀请 担任行政院长任内 准置基隆河 并且增设三坑 和百福车站 对基隆市贡献卓著著的 立法院长游锡坤 和桃园市长郑文灿 轮番来站台辅选 力挺最会做事的蔡思英 接棒林佑昌 成为基隆市长 让基隆继续向前行 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蔡思英 东帅 蔡思英 东帅 立法院长游锡坤 特别前来基隆开奖 并受赞期给蔡思英 基隆宜 宜兰同乡会后援会代表 与蔡思英在立法院同事多年 游锡坤胜赞蔡思英 是接棒林佑昌 延续基隆光荣的最佳人选 我到立法院两年多就近观察 觉得思英真是非常优秀 他不断地求上进 那拿到12次的优秀立委 就是说龚都母的评比 他拿到12次的优秀立委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不断地亲近自己 他在立法院 他也曾经担任过 国防外交的召集委员 在国防这方面 他是非常的在行 那在立法院表现非常的好 那我是觉得第一名的立委 就一定能够做好市长 就是说第一名的立委 一定能做变成第一名的市长 所以我认为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 让他有机会为基隆市来服务 蔡思英强调游锡坤在行政院长任内 决定基隆核整 及原三子分红计划 解决戏子与基隆的水患问题 更督促台铁增设 山坑站及百福站 帮助基隆市民通勤需求 对基隆市有很大的贡献 尤其坤还是他的证婚人 因此对这位民主前辈的推荐 他会更加努力服务基隆市民 连续多年被评为五星市长 带领桃园市脱胎换骨的 郑文山市长也来陪蔡思英 进行车队扫街 除了肯定蔡思英是基隆市长 不会人选外 对于蔡思英提出的 每个月1200元首都通政策 郑文山也大力支持 比较于捷运的建设 铁路的建设 这个预算是很值得的 因为可以发展绿色交通 减少碳排 也降低噪音 我想这个部分 可以让我们北北基陶的首都圈 更方便更连结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前瞻性的提议 那所以我个人的立场是 这个1280在双北实施 没有办法适用到这个桃园跟基隆 那1200包括国道客运 加上台铁 再加U-bike 我觉得完整性是够了 那交通部也表明说要补助部分预算 我认为这个预算花的值得 所以我支持蔡世英 也支持其他三位候选人 推出首都圈的月票政策 对于五星市长的立挺 蔡世英表示将效法 郑文山市长的施政绩效 做基隆市民的靠山 带领基隆市继续前进 绝对不走回头路 郑文山郑市长是五星级的市长 他也打造了一个桃园进步 跟桃园的奇迹 那跟基隆市又长市长一样 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凑巧 我跟郑运鹏都是抽到三号 那我们两位都是党团的干部 那我们两位在基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里面 也提出如同刚才市长提到的 1200首都通的月票政策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线参选 会让我们首都圈的好朋友 会知道说我们是有想法 有目标 有愿景 能够打造首都通的城市的交通往来 那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文山市长 特别来到基隆来帮忙适应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让基北北桃生活圈更加的融合在一起 让基北北桃一起往前进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选前最后一周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和议长蔡旺连 特别进行车队扫街争取七独选民支持 谢谢我们七独竞选总部的各位工作同仁好伙伴 也谢谢我们三分局的警察同仁 蔡议长跟国梁 我们在这边谢谢大家 很请大家在这一次的选举支持一号 一号的谢国梁 还有议员头几号 四号 好谢谢大家 画面上就是议长蔡旺连跟小爱爸爸谢国梁 一起进行七独车队扫街败票行程 希望在最后关头来争取选票 议长蔡旺连强调 在上一次市长选举当中 民进党阵营在七独区赢了四千多票 换句话说 七独的选票是市长选举的重要关键 因为选举已经达到最后一个星期 那七独是我们市长候选人 我们谢国梁 一号谢国梁 非常在乎非常在意的一个区域 我们在七独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今天特别由我个人代表 我的团队 陪我们谢国梁候选人 赶快在七独来绕这一个拜访 来争取选民 集中选票来提我们一号谢国梁 四号议员候选人蔡旺连 仅此这样子表示敬意 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视我们七独区 不论是发展还是这次的选举跟选票 我在选举期间来到七独火车站跟百福车站 其实都各超过十次以上 未来我也觉得七独区 是基隆市整个就业的产业发展中 最重要的一个基地的所在地 所以五独六独七独 未来都要发展成有规模的就业基地 所以不论是就产业发展而言 或者是就对选票的考量 我们都非常重视七独 所以特别感谢我们七独基层实力 雄厚的蔡议长 今天陪我扫街 我们希望七独能够开得漂亮开得好 基隆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到充满未来的地方 而且非常有潜力 又是我们的台湾头 所以需要一个更有愿景 然后更有能力 能够带领这个城市的市长 所以我第三次来 我对国粮的选情越来越有信心 也希望十月二十六号 能够真正的翻转我们的基隆 让这个台湾头 能够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行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 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女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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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谁 她是谁 你朋友啊 不是 终合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要追求她而已 你不要去骚扰我 好吗 你不要再动手了 这个人骚扰我同事 我没有 来请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 我们了解一下 先生 这边请 可是 我只是送卡片而已 我怎么了 警察先生 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有犯法了 先生你已经涉嫌触犯跟踪骚扰防治法了 后续也会请家房官还有社工人员别助您 这边是你的告诫书 警方在这边严正告诫你 不得再有这些骚扰行为 喜欢一个女生 你应该更尊重她的意愿 你自己应该可以做更好的选择才对 小米小姐您好 这里是大安分局的防治组 目前你的案件我们已经列入密切的关注中 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 请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先生 前面没人 我手上这样 他这是留住人 麻烦通报一下 隐个 自由 隐 Abend 隐lv si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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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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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自由 而同樣也有說布的權利 尊重他人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您也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免得後悔莫及 遭受到令人不舒服的追求 更要勇敢說不 尋求幫助 我們會是您最大的後盾